2016年6月 南方日报记者程希右肩女实习生 引发了社会对于职场性骚扰的高度关注 2016年9月 演员李茂为妹妹发长微博 控诉妹妹在实习期间 遭到领导以探病为由性骚扰 2016年12月 民生银行北京分行业务副总关某 发微信性骚扰女下属 并在遭到拒绝后 以辞退为由威胁该女志愿 2017年5月 中金公司首席分析师黄杰骚扰女实习生 这是一个名利场 你愿意吗 再次引然舆论热议 目前来说 新闻曝光的这些职场性骚扰事件 实际上也只是冰山的一角 那么由于权力的不对等 以及一些隐藏性非常强 很多的职场性骚扰事件 是不为公众所知晓的 那么目前 全国复联主管的女性调查机构 华坤女性调查中心 它做了一个调查 研究表明其中有50%的性骚扰是来自工作场所的 那么其中有36%的职场性骚扰是来自他的上级 这是一个建立在权力地位不平等的基础上 另外14%则是来自他们的同事 那么尽管职场性骚扰贫乏 但是人们对于职场性骚扰的这种理解 它依然是存在误区的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以下的两个观点 一个方面很多人他都认为职场性骚扰 主要是由这个性欲去使 而实际上职场性骚扰的一个驱动力是权力 之前有一个曾经落马的官员 他被查出多次性骚扰女下属 对待这个问题 他是这么说的 其实也只是想证明一下 自己的这个权力是有多大 那么有权有钱的人 他是完全可以花钱去解决性欲的 那么之所以把目标对准女下属 就是一种权力的驱使 而并非是性欲的驱使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依然有一部分人会持受害者有罪论 认为受害者他自己不自重 或者是不够聪明 才能够没有保护好自己 那么由于职场性骚扰 他比一般的这种性骚扰 更具有隐蔽性以及胁迫性 那么受害者既难以取证 他也担心会被报复呀 会被穿小鞋呀 甚至是辞退 因此很多人在选择逃避忍 沉默离职来对待这个性骚扰 那么敢于站出来发生的 其实是非常少的 而且也非常的勇气可嘉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性骚扰事件 被扒出来之后 可是这类事件仍然的履禁不止呢 那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 又有多少人还在为这样的事情 忍其吞声 职场性骚扰 在很多的施暴者来说 他并不是想从性的方面来得到满足 他更多的是一个 想用权力来压榨人的一种感觉 那么施暴者 他往往会一种留职呀 升职呀 加薪呢 来诱导这个受害者 也会用降职 调离 辞退 来威胁受害者 那么如果他们的这种暗示 遭到了拒绝 那么受害者 他就会在这个工作中 故意遭到一些刁难 以及甚至是被辞退这种情况 那么即使那些施暴者 他最终没有得逞 但是看见这个受害者 被自己的这种权威 逼到一种绝境 他心里是以快感的 还有一个 某一些性教育的缺失 它是导致女孩子 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 他也不知道 什么样的行为 是一种性骚扰 也搞不清楚 如果受到骚扰之后 应该怎么做 那么也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这样的困惑 在念书的时候 和你一些嬉闹的 在挠你痒的 捏你脸 甚至是谈你的内衣肩带的 这些男童桌 聊天的时候 喜欢对你勾肩搭配的 那些学长 以及给你处理电脑问题的时候 会从你的背后 把你环绕在座位上的 那些男同事 这些人和场景 是否都很熟悉 每一个场景 可能都会让你紧张 不适 却又不知道怎么办 那么明明觉得不妥 想要伸开手去推开 但是又害怕 对方只是一种无心之举 可能只是为了表达的 一种亲近友好而已 如果此时你反抗了 你会认为自己 是不是显得太过激了 这样做 会不会让两个人都很尴尬 于是你只能全身 寒毛树立的忍耐着 勉强微笑 满头大汗 为了避免这种 自己难受的窘境 你跟人讲话的时候 会保持距离 或者是在男同事 做出这种亲密举动的时候 起身走开一点 结果说 我做的有点久了 我打算走动走动 但是事后 你又会觉得 非常的尴尬和难堪 一次又一次的 给自己做心理建设 可是依旧在有这种行为的时候 仍旧感到不安 不舒服 但是无能为力 那么正是由于这种教育缺失 让很多的女孩 她是不敢反抗的 也不知道如何拒绝 那么这个 郑重施暴者的下怀 在歌手李茂那篇微博的长文当中 我们看见过这样一段话 此人一直摆出一副 道貌黯然 斯文有理的样子 我并不想把这件事搞大 最初也只是想要求他道歉 但是这个人深知套路 其实这也是大部分 施暴者的一种心理 他们并不害怕 自己会受到处理 因为无论是公司 还是这种公权力部门 只要受害者 他没有提供一些 切切实实的一些实误证据 或者是说 第三方的完整证言 他往往是不会轻易 对施暴者进行惩罚的 而且这些施暴者 正是利用了这种 大部分的受害者 他拿不出确凿证据的这一点 如此的肆无忌惮 那么遭受职场性骚扰的女性 都有哪些特征 一 好说话 傻白甜 二 随大溜 缺少主见 三 性格内向 乖乖女 四 职场小白 对职场有畏惧 五 与同事互动少 唯唯诺诺 六 实习生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 这是比较典型的一类女生 那么为什么 是这种特征的容易被选中 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 这些上司或者是同事 他们认为 这样的女孩子 是非常好下手的 即使是遭到了骚扰 他们也不敢声张 尤其是目前 这种信息比较发达的社会 一旦丑事暴露 其实是很容易身败名裂的 所以他们会通过一种 非常轻微的 无意或者是有意的一些 肢体碰触 言语询问 来试探一下 这个女生的底线和一些反应 一旦发现 她是非常容易下手的人 她就会一直纠缠不休 直到自己的目的达到 来试试一下